大家好,我是Stan 去年因为上传与北韩实际情况脱节的宣传影片 导致账号被强制关闭的北韩YouTuber 目前已更换频道名重新开始更新影片了 这位YouTuber 透过展示一般北韩居民无法享受的奢华的日常生活 继续进行北韩的体制宣传 虽然这个频道的影片内容 看似是普通的美食吃播 但他却被质疑是受北韩当局管理的一个宣传频道 这位北韩YouTuber 不仅用英文介绍了北韩的日常生活 还宣传了武器开发的成就 尽管账号遭Google删除 但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 就重新创建了新的频道 并继续活动 然后另一个宣传频道 也在开设后屡次遭遇了强制关闭 而他们仍然顽强的不断重新创建新频道 而不仅是YouTube 在Twitter以及TikTok等 宣传频道也变得多样化了 被质疑是北韩当局运营的一个TikTok账号 订阅数已超过28万 点赞数也超过了500多万 韩国统一研究所的研究员表示 金正恩政权与前代相比 权威较弱 显得不够稳定 为了消除残酷政权的形象 他们持续试图传递出正常国家和正常政权的信息 北韩正努力创造一个亲切的形象 结合国境开放的策略 以吸引更多外国游客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既然不喜欢美国 为什么要使用美国的YouTube呢? 看目前为止上传的影片 有新年快乐吃烤肉吃冰淇淋去游乐园 卡德尔世界杯等 真的很像是普通的Vlog 啊很像是70到80年代的Vlog 很像是80年代90年代的摄影棚 Yumi逃离北岸来这边活动吧 很快就会成为拥有100万订阅的创作者 过上舒适的生活 希望你能感受到真正丰富的生活 而不是那种虚假的生活影像 这个影片应该让北韩人民看看 啊在北韩那是属于上层社会的生活啊 看起来就像是个平凡的生活 但用那个影片来做宣传 所以看起来像是某种邪教的影片一样 比起正常国家的形象 北韩作为一个封闭的独裁国家时 更能吸引游客 外国人去北韩旅游就是为了寻求特殊的体验 对于北韩YouTuberYumi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然后如果有机会能去北韩旅游的话 大家会想要去吗? 老大大大楼 大大楼 大楼 大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